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那次时间停留的非常短办事 但是就是你说我跟我十几年前的记忆相比啊 我怎么觉得巴黎就衰落了 就是巴黎就是 甚至我觉得发乱差了 我也不知道 但我去东部那边呢 肯定的是游客少了 我去东部就已经不是很典型的 很热闹的地方了 但很明显你去那些 包括酒庄里面那个卖酒的都说 被那帮激进分子搞得没有游客来 这个是肯定的 当然他归结为那帮人都不喝酒 所以没有情绪 这另外一回事 但是真的 你说是不是整体下降了 我还好像没有太多的感受 你觉得巴黎脏乱 脏乱从来都挺脏乱的 比我是 可能是你变了 你变了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 你说到一个什么问题了 这一说咱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种族歧视了 我觉得有点乱 而我这个乱跟我十年前在巴黎的时候 怎么说呢 咱们每一个种族的人 咱们都一样尊重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留在我十年前去 十几年前了去巴黎印象 我觉得基本上看到的 好像都是那种衣着优雅的 就是那种 就是我心目 我想象的那种巴黎人 现在去看 有点这个世界民族大团结 有点世界民族大团结的意思 这样你就会觉得眼里的元素 太多了 那个时候 你看我第一次去巴黎 我就自命为第二祖国 我爱到那个程度 因为我觉得 那都是 我见到过的 就是特优雅的 连一老太太 我盯着她看半天 你知道吗 她蠢 现在是不是你自己的衣着变高雅了 所以 不是 现在 不是 我一下站 就三轮就来了 我一看 就是那 就是不是这种 怎么说呢 现在一说就种族歧视 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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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血统的人 好好好就来了 来了 他骗我的方式 跟那个北京火车站 骗我的方式 完全一模一样 这是我十多年前 你也被骗了 根本不懂 你现在知道的 明天给我来这一口 这我比你在家 你说上次我在巴黎 我留下的那个记忆是 一个 街上 一个流浪汉 但是他显得比谁活的都滋热 在看书 在看书 就靠着咱着晒太阳 然后呢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巴黎警察 身材特帅 巴黎人其实身材好 身材特帅 而且踩这个滑板 那个巴黎的警察 拿这个毯子 你知道吗 跟电影镜头一样 送到这个流浪汉身边 给他盖上 这是我当十多年前 对巴黎留下的一个印象 但我觉得其实巴黎从来都 对你说脏 它从来不干净 就巴黎从来都不干净 现在更脏 而且乱呢 也看什么意义上来讲乱 它也本来也就有点乱糟糟的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 主要问题是 他们自己人也这么看 是东欧移民多了 主要是罗马尼亚人 东欧移民多 然后他们聚集的地方 比较多治安问题 你知道 在法语地区都是这样 枪啊满大街 满大街 这个是 满大街那都是冲锋枪 我在小镇上都看见 有巡逻的都有 这个生活质量 我相信被严重破坏 就是 就这样我都觉得 欧洲人还真行 要死也要自由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发现没有 它的火车 巴黎的这个 这个这个火车 我以为得安检了吧 这很 不检行李 不检 这要是在咱中国 或者任何一个 像美国 你肯定这个 得像机场一样弄 脱了裤子剪 对 他们就不 而且去年发生过那个事吗 在火车上 美国大兵 不是给制服了一个吗 是 他们就是不检 这还是这样 德国也一样 他们也说 我们不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吗 你说 我就算一个一个检 他说也可能会发生这些事啊 但我不愿意失去我这个 我的权利 对吧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是很介意的 他会觉得如果我也那么减 我也这么紧张 那么高 那就等于是表示恐怖分子成功了 我们被改变了 所以就是 你知道 我的朋友 我没去 我听他们讲 在欧洲 有一个那个什么青年节 年年都办 就18万人 这么一个节 然后 你就发现 这个惊弓之鸟 他们这个开幕的时候 去18万青年 在那跳舞啊 干嘛的 哎 其实你看着他们都在玩吧 实际 发生了一件事 你就一下子知道 所有人都是在玩命 所有人都想到这种场合 当然恐怖分子放过这种场合太可惜了 但是他还是要来玩 但是你知道吗 突然间有人大喊一声 快跑 我天哪 就跟那个大坝崩塌一样 他们说 所有的人呢 就是 全往外跑 真的有人喊 有人喊了一声 快跑 所有的人往外跑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 你知道人在逃命的时候啊 人在逃命的时候 你是不敢往回看的 就在那种 你不敢看 你仿佛以为你扭头看 你就死了 但是他还强撑着个胆 说到底怎么回事 他一边奔到回头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就发现在这个人群 的这个这个会场的正中间 哎 真叫一时激起千层浪 就大概有十几平米的这么个圆圈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他就觉得这个圆圈啊 哗一下就这样一打开 然后接着就像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这个人浪啊 就疯了一样 就就就就就跑 后来就怎么回事啊 虚惊一场 完全有可能啊 是有人可能有人摔倒了 或者有两人打起来了 打架 然后后排的人不知道 以为是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知道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说我就算经历了这个 他说你知道就说 我那个时候就认为要死了 因为就觉得是恐袭 因为就觉得是恐袭 他说 你知道人逃命的心理 很有意思 他说我在疯跑的时候 我跑到一个距离上 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就说 我不现在跑五百米了 还有什么威胁我的生命 他想要是炸弹 已经炸了 没炸找我 他说现在可能只有机关枪在后边扫射 跑再快 化学武器呢 对没错 他说最后快跑到出口的时候 把他吓破胆了 那一个是什么 他看见一个从后边跑过来的人 一边跑一边拿着这个七十三 蒙着这个脸 他一想完蛋了 毒气 马上捂 我已经吸进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 你一个人做这个动作 接着就会很多人做 然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化学攻击 你就知道这个欧洲人 这个现在这个惊弓之鸟啊 就已经 我这次去欧洲 我坐火车 我也是第一次 我真的是第一次 我忽然我也觉得恐惧 就是在德国那次砍了人以后 后来不是接连好几天 每天好像都有一起事件吗 我坐在那上面 我就想 反正一站起来个人 他就拿刀乱砍 然后看我这个脸 就明显不是当地人嘛 而且因为在德国砍的是一个香港家庭 他一看那个家庭也不像是 他典型的以前那种 就是白人的攻击目标 他现在就是说 你就不能用说 我们以前说这个穆斯林也好啊 说这个第二代移民也好 这种标签已经覆盖不了 我们所认知的这些事情了 现在有的人 他就是精神他不正常 或者说有的人 他就是土生土长在那儿的 也不是移民了已经 甚至还有人上 就是说上次就砍香港人 不是香港人 就是那个慕尼黑 那个商场 甚至有人说 他连穆斯林都不是 是个基督徒甚至 就你现在 你认知的那些标签 不能再覆盖了 一些人 你不知道谁 就忽然站起来 所以说 就说 我们现在老感慨 现在还是 最安全的是中国呀 还往什么欧洲跑 还对中国不满意 对我党有意见 你们身在福中 中国没这种问题 中国只是 比如说给你一些雾霾啊 慢慢来 慢慢来 不会忽住起来 但是中国现在 而且中国现在不但是安全 而且中国还是引领这个潮流 对 我们看到这个很多进步 包括过去说 当科技落后 现在我发现 中国的民间科学家们 也起来了 对吧 他们做出了世界上 没有的发明 神器 神器 解决了这个全世界的交通 拥堵问题 目前正在北 不是北戴河 是北戴河 清皇岛 清皇岛 你知道吗 有我国很多民间科学家 他们都在想救国救民 这个这么样的堵车 有一位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宋有洲 这个宋有洲呢 发明了一个东西 叫做巴铁 这玩意挺厉害 猛一看呢 跟个巨无霸一样 说能解决北京堵车 我发现这招啊 真的是就能想象 他说北京这么堵吧 有一个记者采访他 说你发明这东西 人家都说 不过就是以码头上那种龙门调 他一听就急了 那就是有人这样采货 对吧 我小学没毕业 不是小学毕业了 小学毕业怎么了 爱因斯坦上过几天学啊 等等等等 就是我难道不能为祖国搞发明吗 然后他说我确实当年看见龙门调 发现了 想起了这个灵感 你给我给你看看 他的这个巴铁 你瞧 两样立体交通 他设想你看 大螃蟹 上边一层 是可以坐 可以坐乘客 就像公交一样 下边一层呢 乘街道上这些小汽车 仍然可以在下边畅通无阻 你看看 旁边两个轨道 在就是说 只要把北京的马路啊 跑两条沟出来 安上个轨道 这两边一架 上边载人 下边还能照样通车 早就听说这个 你在往下看 试验了 我以为 这就是伟大的宋有周先生 终于造出来了 然后就是说 我以为得跑个100公里啊 试验呢 那天他们说 这个试验的轨道长度 大概是300米 反正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巴铁的研发基地啊 目前的情况是这个样子 然后咱们就看一下 这个这个片子 跑了几米 那天说是啊 在就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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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设计 整个新建上面 我觉得成本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也就是说我到最后这个东西理论上可行 但为什么实际上不可行 所以你经过计算你会发现 他投进去的资源 成本 人力 物力 还不能拿来想办法 比如说修多几条地铁线 或者是搞轻轨 他其实这里面有挺多问题 第一讲就是说 大家将来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弄 很多时候你不是说 你光发明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可能你整个你这个城市配套 对吧 道路和你现有的这些东西怎么去配套 那么很多人也有人说 就是说最后可能将来是 自动驾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你现在你人开车呢 你那个车间距离是 比如说是这样打 你自动驾驶 他能把这个车贴的特别紧 因为它是机器操控 那整个大家是贴着密码码码这样走 那么你这个空间的利用率高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任何一种交通工具 你之后你实现说 它是在哪个地方停 跟什么东西嫁接 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系统 但苏友卓这个东西 我觉得整件事情特别奇怪的是 之前它其实是 2010年刚try的时候 大家有过一论这个争议 后来就停了一阵子 后来他现在是六年以后 等于又出来 而且他出来的时候呢 我一直觉得他所谓小学文化也好 这个民科也好 这个东西不足以成为罪状 对 那么但是呢 他甚至还获得了什么 美国时代周刊被评为 全球五十大发明 这是国际认 好像给就给他了一个加冕吧 大家都觉得 而且媒体刚开始报道非常正面 他刚出来就什么直播 但忽然就是刚就是试运行那一天 媒体整个的舆论反了 而且这次很奇怪 这次是环球时报打的头 就是说 不但就在技术上问了好多问题 包括他怎么转向 对吧 你这个转弯 对 怎么转弯 你得要70米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直径等等吧 对 然后呢 还包括说 他最关键是这个钱的问题 你这个项目怎么去集资的 你刚刚看到全是这个荒地吧 找一帮就好像觉得他骗那个老人家过去 去几次 说他是一个像那个一珠宝一样的 一个庞氏骗局等等 好 我一直觉得说 你如果你真的是骗钱这件事情的话 那应该有法律手段 对吧 大家去走 但关键是你从技术上可行不可行 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啊 有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来告诉你 这个可行不可行 还有一个 他现在说是治北京的赌 他根本不是在北京上 这些他说只能适用于二三县城市 哎呀还真是他需要吗 需要有这么多 所以这到后来有一个翻盘 开头都说政府都跟他签了 有关的认定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秦桑岛那边就说 哎 我们跟他签的是个旅游项目 对的 他往来说出来了 不是个交通项目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旅游项目 旅游项目容易上马 他因为秦桑岛是旅游城市 你批旅游项目 你很容易就可以去上马 交通项目 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去认证 你到底可不可行 那很多专家这两年一直也就提出很多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你包括这个安全问题 再有就是说碰北京这个立交桥 你这个大大玩意这么走走走 底下我们自己开着我们的小圈 在这大乌龟壳底下走 但是碰着五什么五环立交四环立交 怎么办呢 但是人家宋师傅说 不是宋有周的 宋师傅 不是宋师傅 宋老师说 这都有办法 他都觉得他都能解决 我觉得其实问题从来不在于 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资历 他有没有得过什么样的荣誉 我觉得我们看一个人的想法跟创意 不需要先去考虑这个提出这些创意想法的人 具备什么样的学历 但是问题就在于很不幸的 现实世界是怎么样 通常一个人他说我提出一个新发明 那么他只有小学学历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 在概念上我们不能够怀疑 但是在实际你现在要投钱的时候 你找人投资做你第一桶金 起步融资的那第一笔金的时候 那些人真金白银拿几千万 甚至上一出来 他真的会看这个 很现实 所以他去 所以问题就来 他这个第一笔钱是哪来的 不是 现在就是说扯出这个事情了 他呀 本来可能找不着钱 后来碰见了一个人叫白志明的 后来这个白志明 又可能是跟陈丹青认识 改名叫白丹青 白丹青 白丹青呢 然后这个宋友州什么都肯聊 就这记者问 这白丹青 他不聊这个人 但是呢 是他 就人家现在发现华盈集团嘛 华盈集团他下边 他有一个什么呢 就这种私募资金 就募钱 据说还许以人百分之十几的 十六 好高的 百分之十几的回报 这样募集来的这个钱 来开发他这个玩意儿 啊 百分之十几的回报 嗯 开发这个玩意儿 其实我 其实我在想 普通人都不具备 说我真的去检验这个东西 他可不合理 我甚至在想 中国为什么这么多这个民科 南方周末以前好像报道过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制度 不光是这个这个宋有周嘛 好多民 那个民科想了好多办法 包括这个立交桥的设计 怎么 我忘记怎么倒过来 是人在上面 车在 是车在上面 人在下面等等 好多办法 但是呢 也没有人给他们投钱 其实民科这个东西 我在想 其实我不知道在美国 具体 从一个想法 到一个项目 一个产品出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但我想你 如果真的是有一个好的想法 你能够找到人给你投钱 那么那个人表示 他对你是认可 你经过这个市场的检验 对不对 那在中国呢 我在想 他们是不是这些民科 其实没有什么门路 去找人 帮他们去认证也好 或者说能够 别人很看重他这个背景 那么当他去找那些大的 这个 就这个机构的时候 当然了 人家机构可能是真的认为 你这个东西 根本就行不通 是开玩笑 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他们这些机构 因为有一些傲慢 我觉得是这样 可能是有 是有这个 这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他们的想法 永远就徘徊在这个边 不过现在 应该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这两三年很流行 中国也开始流行 讲创客 是不是 创客一定是搞众筹 现在从上海 北京 每个城市都有 因为李克强 不是推动这个吗 就很多种创客 富裕基地 就一帮年轻小伙 然后也有一些是中年人 真的一天到晚在流导 只不过大家都不会 搞这么大规模的 可能是搞一个新款的手机 或者一种应用程式 或者一个冲咖啡的什么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现在都是很流行的 就以前我觉得 曾经十几二十年前 中国就有很多民科 你记不记得 蔡国强弄农民大分析 我刚才就说这个东西 对 他那个其实就是那种 农民科学家 到了最近开始转型 就变成叫做创客 而且这个体制也已经出来了 就是真的有富裕基地 有一个基础的产业支持 然后有众筹平台 那你基本上没有大机构投 没关系 你扔到网上 如果网民觉得好 众筹给你 你就能够有第一笔钱 去开发了吗 对 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今天 但是呢 这也有 中间也避免不了骗子的 这个 那当然太多了 咱们学习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这个环球时报发文质疑 就八帖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做网络金融 P2P的理财公司 华盈凯来在运作 该公司一直在吸纳投资人的存款 并承诺回以高额利息 但其资金链风险很高 就是 过去咱们以为 说我拿自己钱 我投 对吧 我当然是出钱的人 我是最会为我的钱负责 但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父母都不这样 你就发生了 中国现在发生太多 这种叫庞氏骗局 跑路的 老头老太太的退休金 太好骗了 你知道吗 你忽悠一个就把钱给你了 你最后你卷款而逃 那就是现在 对 而所谓说常识啊 理性这些东西 其实也帮不了你 我觉得 刚一开始去报道的时候 好多媒体都跟着去说嘛 你当这个名义翻转过来的时候 又一下子人家说 哎呀 这个东西你用脑子想一想 不就知道了吗 怎么可行 那可是为什么之前 大家没有用脑子想吗 其实也有人用脑子想 或者说他根本不明白 也不具备 这个去想的手段 我觉得在这种骗局面前 普通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导向自己的办法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之前宣传他的时候啊 很多人都从一个民主角度来考虑问题 对 觉得又是一次 我们中国一个重大的科创成就 科技成就 比如最近我不是还看很多报道 就说到中国的科研成果各方面 现在已经整体上超越美国嘛 对 你天天都看到类似报道 每次遇到这种事情呢 媒体在尤其在今天的爱国主义大潮流底下 我觉得媒体遇到这种事情 他第一时间不会想到质疑 他想到的是先赞美一下 鼓励一下 先跟进 再说 我觉得都没想 就是觉得可以抢了头条 对 那你刚才讲到 就是蔡国强做的那个农民大分歧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今天把舆论翻转过来的时候 就是一味嘲笑这些这个民科 蔡国强他是10年吧 他就去收集了所有民间这些 就是这个发明家的东西 比如说 而且他们都造很大的东西 都是改变世界的东西 飞机潜水艇航母 飞碟等等 但是当然都不成功了 他把他们给收集过来 做了一个艺术展 然后呢也很好玩 他当然看到这些东西是不可行 然后他在上面加了一些小装置 就完全反映了中国当下的这个状况 他就是比如说他有个人造飞碟的 他只潜心钻研怎么飞起来 但不考虑怎么降下来 他就在那个飞碟旁边写一行字叫 问题是怎么降下来 他就在隐喻中国的这个发展啊等等 就是说他会觉得说 他看这个东西是带着一种好奇心 就是说第一他看到了 他说是一种天趣 就是农民 农民科学家他有一颗 有梦想的心 就是天趣 他不可行这个东西 甚至也反映了我们的某种现实 不光是他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状况 而且还真的是达芬奇 达芬奇咱们最熟悉他就是个艺术家的身份 但是实际上达芬奇就是个最牛的民科 他也做直升机 我看他的手稿啊 这个坦克他都画出来 直升机的设计图 甚至工程的器械 轮船 好像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那种全人的巨人 画蒙娜丽莎不但 他就画人体的骨骼 而且你觉得有意思吧 就说我就有 有时候我就觉得达芬奇这样的人 好像就是为了彰显人类的智慧而来的 因为他完全没用 因为他的手稿是多年之后才被人们解读 发现也就是说直升机的发明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呢 他早在这之前多少年 他画出来了 他设计出来了 这种东西很多 你知道印度也有种很有名的飞行器 是2500年前传说 那时候的典籍就曾经记载过的 就史诗里面有过 后来还有过设计图流出来 那个设计图是600多年前 是种飞行战船